1961年,为推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·卡斯特罗,美国支持的一支部队入侵古巴珠湾,那次失败的行动导致美股关系持续恶化几十年。 今年5月,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领导人劳尔·卡斯特罗在巴拿马召开的美洲国家峰会上握手,象征着两国关系的改善。 这个月早些时候,奥巴马总统指出,早就应当重建两国关系了。 当美国1961年关闭大使馆的时候,我认为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,大使馆要过半个多世纪才重新开门。 古巴问题专家李奥格·朗德说,是国内外的压力促成了这种变化。 拉美人实在是厌倦了这种不合十一的冷战政策。 他们在2012年哥伦比亚第六届美洲国家峰会上告诉美国总统,如果再不邀请古巴,他们就不会出席下一届峰会了。 古巴办事处将成为古巴大使馆。 对很多古巴人来说,这个改变给他们带来了希望。 大坝倒塌了,这十分了不起。 去年12月17号,总统讲话时,大概没有任何人能想到,才用了六个月到八个月的时间,我们就走到了这一步。 但是也有人认为,美国的新政策是奖励坏行为。 我认为,为了在哈瓦那升起美国国旗,我们不得不降低了标准,我们没有捍卫人权,没有捍卫大一致民主的基本理念。 另外,尽管一些古巴人赞扬他们的政府重建与美国的关系,确实是,根据美国贸易禁运政策,一些美股贸易仍旧受到限制。 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,由鲍戎播报。